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3年 黄德斌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 爸爸是一名正义的警员 但在那个年代的香港 身上有正气是没有钱的 黄德斌的出生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握襟见肘 但是黄爸爸却想让自己的子女有出息 即使再穷也要供他上学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黄德斌上了中学 但是他不爱学习 也对学习没有兴趣 即使父亲打他 他也不想上学 他想出来工作 减轻家里的负担 他幼年的家庭是多灾多难的 母亲在舅舅年少离世之后 身受打击 从而患上了精神病 药物的副作用又令本就精神病态的母亲患上了癌症 他十岁时就陪着母亲进出医院 母亲常常情绪不稳定 而做警察的父亲常常因为工作繁忙而不在家 即使两人见面 多数时间都是以吵架收场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躲在饭桌底下避难 母亲无数次启度轻生 每次都是被他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 也许是因为童年这般经历 是他从小就明白世事无常的这个道理 面对生活里的种种变化 他比常人多了一份通透和豁达 高中毕业之后 黄德斌走进了社会 由于没有一技之长 他只能做最基本的体力劳动 好在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从建筑工人 仓管员 收获员 一点点做 一点点学 尽管工作辛苦 他也依旧坚持锻炼自己的身体 不同的工作经验给了他不同的人生体验 而这无疑为他后来的演艺生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之后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成为了一名男模 那时候模特是收数还不错 因此他慢慢的辞去了原有的工作 专职做模特 后来在机缘巧合之下 他参加了TVB艺人训练班 同期的同学有甄子丹 郭富城等人 毕业之后他跟很多训练班学员一样 从龙套做起 当时的电视市场流行动作片 几乎所有剧情都包含大量的动作戏 尽管他不是动作演员出身 却依然因为导演的一句话 想也不想地从三楼往下跳 用后背直接飞升砸木桌 整个人反弹到地上 就是这份努力虽然没有上他大红大紫 但也深受导演们的喜欢 就这样 从没有对白的人肉不景板 到逐步得到一两句台词 他珍惜每次表演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 TVB一家独当 他们的艺人大部分从训练班出身 流水线一样产出 薪资低 工作时间长 成为所有TVB离朝艺人对老东家的统一评价 在TVB做演员 常常一开工就要连续拍30多个小时 而当时黄德斌的薪资是每个月三千块 连办公室的普通文员都不熟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苦苦坚持了五年 直到30岁那年 他和TVB的合约到期 那时他满以为以自己的努力会换来续约的机会 结果他却收到了公司的大信封 上面写着多谢几年来的合作 失望着于他开始极度自我怀疑 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我已经这么尽心尽力工作 别人也不用自己 为什么已经这么听话照做都得不到一次续约的机会 但再大的打击也抵不过生存的压力 为了生活 他开始学做幕后 从场记 灯光做到副导演 但是好景不长 电影势道很快下滑 他又转而做起了拉电线 司机 搬运等杂工 只要有活干 他通通照单全收 最困难的时候 他在沙田做小贩卖衣服 有时候被人认出演过电视剧 他就厚着脸皮 让别人多买两件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认识了他的恩师 与后来工作上的最佳拍档 七奇艺 在七奇艺的穿针引线下 1997年 黄德宾重返TVB 那时的他跟自己说 只要有的做 有饭和吃就不错了 既然有机会回去继续做演员 绝对不能让自己后悔 很快他就得到了在时装情景剧《真情》里扮演越南仔角色的机会 凭借这个角色 他开始被观众熟食 2006年 在《火舞黄沙》里 他饰演身材健硕的布举男宋东阳 并凭借这个角色 拿下了当年TVB《万千星辉奖典礼》的最佳男配角 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 拿抢并不是为了扬眉吐气 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那段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黄德宾的时代要来了 然而人生的浮沉从来都没有定势 之后他除了在《刀下留情》和《铁马战车》里担任男衣之外 其他角色都以配角的身份出现 面对TVB的高强度工作状态和多次饰演内心压抑的角色 黄德宾患上了抑郁症 他每天看着镜子里灰头土脸的自己 自我调侃道 你样子这么丑 这样的状态 难怪观众不喜欢你 他觉得人生毫无希望 甚至连看病的钱也拿不出来 是他的女友一直陪伴他 鼓励他 才让他重新对生活充满希望 他开始健身 自我鼓励 每天都提醒自己要开心一点 一切重新出发 2017年他离开了老东家TVB 而这一次TVB出动几大高层 抵出加薪 以及为他量身定做剧集来挽留他 但彼时的黄德宾对神圣的追求已经不同 主角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他希望在自己还有戏可拍的时候 可以多出去看看 跟不同的人合作 寻求多元化的发展 他先是参演电影《逆流大叔》 获得了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今年又因在新东架VIUTV推出的自制剧《大叔的爱丽》 是眼瞳系列KK而名声大噪 大家一度惊叹 一向以硬汉形象示人的他 演技可爱来 丝毫不令人觉得油腻 其实他的视野在大万云集的娱乐圈算不得什么 不过说到他的感情 那就值得讲一讲了 黄德宾对感情的事情比较低调 尽管与女友相恋十几年 但是很少在公开场合提起 但即便如此低调 也没能逃过媒体们的火眼金睛 2018年有媒体透露 他与小16岁的圈外女友低调结婚 两人并未大张旗鼓地举办婚宴 也没有通知媒体 甚至连婚戒都没有 自然也没有接亲仪式 只是向长辈敬了茶 且邀请了几位亲朋好友见证 随后在酒店招待与安排家人一同吃饭 就这么简单 这样的做法上很多人大为震惊 但细想似乎也合理 以前黄德斌在被问道 为何与女友交往多年还不结婚的话题时 总是避而不谈 或是轻描淡写的一句 没有原因 我想结就结 不会昭告天下 婚后接受采访时他强调 决定结婚就很随意 之前并没有特意安排什么 真的就是想结婚就去结婚了 仅此而已 随意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但正是因为他随意又突然的结婚 也能媒体纷纷猜测 甚至说他们是因为有了孩子才不得不结婚 一时间关于黄德斌私生子的传闻 传得沸沸扬扬 一开始他并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后来见传闻越来越离谱 才出面否认了这个消息 他表示自己真的没有孩子 如果有了一定会让大家知道 但是两人并未有生孩子的打算 虽说这对夫妻不想生孩子 但是他们似乎很喜欢孩子 常常带朋友们的孩子出去玩 而为何他们不愿意生 怕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可是今年年初 黄德斌却卷入了婚外情风波 有记者拍到他在送老婆上班之后 并没有直接回家 反而是跟一名女子一起遛狗散步 若这是巧合的话 倒也没什么可说的 可就在四天之后 他再次撇下妻子 带神秘女子去遛狗 并且他相当警惕 发现被跟踪时还玩迂回战术 直到狗仔离开才掉头返回 同时他的妻子却常常独自出门购物 并且总是淹不离手 让人们不得不猜测 他们的婚姻是不是遭遇了危机 在媒体的挖掘下还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该女子是黄德斌的前女友 还是一名资深电影 监制和导演 参加过《赌侠》《新扎师妹》的制作 当初两人交往时 一度到了同居的地步 分手之后 该女子还一直充当黄德斌的经纪人 黄德斌和前女友近几个月来 先后约会了四次 每次相处一个小时 不过全程没有亲密举动 期间女方常常嘴角上扬 说说笑笑 表现得非常轻松 媒体在拍到黄德斌与神秘女子约会的照片之后 还拿着照片去给她的老婆看 并问黄太太是否认识照片中的女子 对此黄太太只是尴尬地笑一笑 说不认识 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 不过可能是为了不让气氛那么尴尬 她随后又改口说 丈夫很喜欢约朋友去爬山 也表示感情并没有任何不妥 未免出轨传言越演越烈 黄德斌在新闻出现之后 也立刻做出了成经 声称前女友是她离开TVB后的经纪人 太太也知情 只是因为疫情关系两个人没有见过面 而她和前女友相约 都是在商量工作事宜 数次坦荡的回应 想来两人是真的没有暧昧 只是一个有家事的人 如果真的想避免被人非议 还是在正式场合谈工作比较好 而且最好带着老婆一起 这样对彼此都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